大家好 我是小强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泰国的恐怖片 《施约》也叫做承诺 或者叫做亲爱的朋友 本部影片实景拍摄的地点 就是在曼谷的猛鬼大楼 据坊间传闻 这栋大楼可以看到曼谷最美丽的风景 但因荒废多年 这里已经成为了曼谷最有名的自杀圣地 好了 咱们闲话少 来看一下影片吧 影片一开始 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 回忆了一下小文和小一之间的闺蜜情深 然后他们在两位父亲的在建工地上 画上了彼此的手印 并约定在楼房建好以后 一起搬到这里居住 这是电视新闻里报道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了泰国 无数百万富翁一夜之间破产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小一和小文 也受到了波及 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小一的父亲想要自杀 同时还经常的殴打小一 小文的父亲也患上了精神病 经常是幻想着和客户们谈生意 小文觉得活着已再无意义 于是他就给小一发了条信息 约定在猛鬼大楼一起自杀 晚上他们相约来到了这里 小一拿出来了一把手枪 他和小文说 不要让我孤单的死去 我先死 然后你要记得和我一起死啊 小文虽然是很害怕 但是也点头答应了 突然之间小一开枪自杀了 小文也想紧随其后 但是看到小一的惨状 小文又放弃了 其实对于这种相约自杀的案例来说 除非是那种同时死亡的 否则第二个人有99%的几率会选择放弃 这时画面一转来到20年以后 当初自杀未遂的小文 已经成为了事业有成的房地产企业家 而且他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叫做小贝 一个很巧合的机会 小文接手了这个已经荒废已久的猛鬼大楼 他带着小贝来到这里查看 在小文他们聊项目工程的时候 小贝就进入到了大厦里瞎转 没有见过工地的小贝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 一番疯狂的自拍以后 他发现了当初小文和小一画下的那个手印 同时还捡到了小一使用过的穿户机 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古老的东西 所以小贝就把穿户机带回了家里 到家以后换上电池 穿户机居然开机了 可是在信息里 他看到了当初小文发给小一的那条 一起相约自杀的信息 小贝觉得这东西不太吉利 所以很快就扔掉了这个穿户机 但是你以为扔掉了就可以了吗 晚上小文的家里是各种灵异事情不断 警察来到这里以后 还在门外发现了一个小文很熟悉的手印 经过调查监控录像得知 原来这个手印是小贝在梦游时画上去的 转天小文送小贝来到医院 医生说这个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梦游症 吃点药慢慢的就会好了 可是晚上小贝还是在不停的梦游 而且还在自言自语 最后差一点跳楼自杀了 小文怀疑这是小一回来找的复仇了 小文在工地无意间还看到了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看到小文以后是非常的害怕 在小文的强迫逼问之下 小男孩说出了真相 原来有一个很恐怖的姐姐 一直跟在小文的身后 而小贝这边的梦游症也是越来越严重了 在梦游的情况下 他差一点就上吊自杀了 小文也向小贝说出来了他和小一之间的事情 小贝和小文约定了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小文都不能以任何方式来放弃自己的生命 小文这次呢也点头答应了 晚上小贝因为梦游住进了医院 因为牵扯到了自己的女儿 小文不能是坐视不理 所以他又找到了那个可以看到鬼魂的小男孩 他让小男孩带着自己去寻找小一 半路小男孩多次看到了小一的鬼魂 小文和小一的鬼魂说 是我没有信守承诺 你为什么要去搞我的女儿 你可不可以放过小贝 当然呢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以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为什么不去寺庙里找和尚来帮忙呢 也是奇怪了 晚上小贝神奇般的失踪了 小文来到猛鬼大厦里寻找小贝 果然在这里他发现了想要自杀的小贝 可是一不留神 小文就跌下了楼 还好他并没有死亡 在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了小一的鬼魂 可是他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女儿开箱自杀了 最后小文把小贝送进了医院 小贝虽然是没有死吧 但是他已经成为了植物人 影片的最后 小文把小贝接回了家 在他和小贝聊天时 小贝好像恢复了一些知觉 小文也激动的流下了两滴泪水 到此影片就结束了 可是这件事情和小贝有什么关系呢 是小文没有信守承诺 难道就是因为小贝是他的女儿吗 不过影片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别闲着没事 总想自杀玩 死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生命面前 一切不愉快的事 那都叫小事 不过小文的这种做法吧 确实是有问题 他不应该约小一一起出来自杀 而且就算你最后放弃了 那也应该把小一送到医院里 背不住还能抢救一下呢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恐怖电影见